3月14日在结束第四轮俄乌谈判后 俄罗斯方面13日称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12日曾表示 第三轮谈判后双方以视频方式展开了系列沟通并成立了工作组 目前双方已接近就签署相关协议达成妥协 最终的协议文本将由两国总统签署 另外俄乌双方也都表示不排除未来两国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同一天乌方代表对此回应称 两国领导人会面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举行 乌克兰正寻找有安全保证的会晤地点 并正制定一览子协议 在协议制定完毕且同俄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乌俄总统可以会面并缔结最终的和平协议 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3月14日宣布 欧盟已决定对俄罗斯采取新一轮的制裁 主要措施包括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禁止欧盟企业投资俄罗斯油气行业 禁止向俄罗斯出口摄氏品和高级汽车 禁止欧罗斯钢铁出口至欧盟等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欧盟对俄采取的第四轮制裁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欧盟还将寻求停止 俄罗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会员资格 在原资数批星链卫星表态力挺乌克兰后 全球首富马斯克3月14日在推特发文表示 他在此要求普京来单挑 赌注是乌克兰 随即又at普京的推特账号 直接以俄文询问对方是否接受挑战 推文随即引发热力讨论 不少网友好奇 若普京真的有所回应 马斯克会作何反应 对此他称这是种荣誉 此外俄罗斯为反制美国制裁 放话要将证与两名俄国太空人 进行太空任务的美国太空人海一 遗弃太空 马斯克马上霸起表示 若发生这等事情 他会出动旗下SpaceX公司的火箭 营救海一回地球 近日加州圣地亚哥民主党议员 克里斯沃德提出了一项名为 加州住房投机法案 将对在三年内买卖房屋的房屋转让者和投资者 征收出售所得25%的附加税 以此给普通人再次拥有住房的机会 该法案若获得通过将于2023年生效 沃德起草的提案专门针对短期投资者 他们购买房屋和其他房产持有一段时间 然后在短时间内出售获利 这其中包括那些翻修房产并将其出售的炒房者 常常出价高于其他买家 希望房价大幅上涨的投机者 以及现金买家 尽管提案规定三年内转手房屋者 获利将被征收25%的重税 但三年之后税率下降为20% 之后逐年调降 综合媒体3月14日的报道 法国科学家通过基因组测序 首次证实存在新冠病毒德尔塔克隆变体 而且该变体已在法国多个地区被检测到 法国研究人员指出 德尔塔克隆这一杂交新变体通过重组产生 所谓重组 指一种病毒的两个不同变体同时感染一名患者 会交替遗传物质以产生新的后代 该毒株变体的主干来自德尔塔变体 而它的刺突蛋白 使病毒能够进入宿主细胞的蛋白 则来自奥米克隆变体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基础负责人表示 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们还没有发现新变体的严重性 与此前的新冠病毒变体相比有任何变化 但病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比较强 它会感染动物 并有可能再次感染人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